台湾从2014年开始将9年国民教育延长到12年 并且向后三年采非强迫入学、免学费、公私力并行及免试为主 12年国教中的后期中等教育还包含了高中高职及五专前三年 而在这场讲座中新北市交易局人员就表示 因应如此的教育政策是政府投入了资源 希望提供市民更优质创新的学习环境 那这几年也非常的努力 101年开始我们大概投入了五年大概18亿的经费 来推动我们高中高职的旗舰计划 来提升我们整体的高中高职的教学品质 政府施行12年国教 该如何陪伴孩子选择适合的学校就读呢 就是一般所说的适性入学 讲师举了一个例子说明 有颗种子落在高山的菜园 很努力想吸取养分 但失败了 他决定离开来到花园花圃中 奋力又想冒出头 还是无法成功 最后好心的麻雀带着他离开伤心地 来到沙地中 终于冒出嫩芽了 和身旁的同伴一起成长 而这就是适性选择的重要性 活动中也有名义代表列席 表达了对12年国教的看法 教育还是在一般社区可以就读高中 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 那整个意见的整合也还是持续进行 不过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 愿意把我们现在 这个12年国教的这些资讯 跟大家宣导 让大家能够了解 讲师建议家长 可以帮助孩子试探 并了解自己的性向 兴趣及能力 再参考学校老师的建议 并且收集相关的资讯 与孩子共同讨论 如此比较能够规划出 适合的就读环境 中家新闻 卢秀娟 詹怡勋 综合场报导